合法快遞沦为诈骗集团利用工具 北市行大这个月16号才查获诈骗车手母女党 持续追击发现原来背后是一名大陆级车手头 在操控全局 利用物流公司的快递员来作为车手的案件 那经过我们继续的追查幕后的一个上游 发现幕后上游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的一个车手头 这种新形态诈骗手法主要有两招 首先电话那头会自称是电信总局的人 狂乘被害人办手机的时候 身份遭到诈骗集团盗用 办了另外三支门号 得缴解约保证金才能解除合约 甚至还会用通讯软体传送被害人身份证件照片 博取对方信任 接着再透过不知情的快递员代收赃款 车手跟当事人碰不到面借词躲避茶器 用小三通的名义 以官官的名义申请进入金门 那实际上他的目的是联系台湾地区各个车手 那将这些账款包裹寄到金门之后 收取之后再利用原来的管道寻小三通的方式离开台湾 24岁的何信嫌犯 以小三通观光名义进入金门留售 收取台湾快递赃款 警方巡线追查 终于在金门将他逮捕归案 也提醒民众接到这种电话 直接挂断不理会 再拨打165专线或报警处理 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以着王善伟台北冲的